来不愿多努力的安排 把我们的宣众鼓励我们心里掌握 雄壮的国歌声中 人们手持鲜花 整齐列队 肃立默哀 向抗战英烈致敬 4月3号上午 清明节的铭记 缅怀抗战英烈致敬抗疫英雄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为防止因人员聚集产生的健康风险 本次仪式大幅精简参与人员 以抗战馆工作人员为主 共30余人参与启动仪式 仪式上抗战馆讲解员朗诵诗歌 讲述抗战英烈的感人事迹 随后全体人员列队一次向英烈献花 据悉今年的清明节的铭记主题系列活动 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今年是我们抗战馆举办清明节的铭记 主题教育活动12年了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缅怀抗战英烈 致敬抗疫英雄 活动的特点是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线上活动重于线下活动 我们通过云观展 在线课堂 网上介绍等多种方式表达我们对抗战英烈的缅怀之请 对抗疫英雄的崇高敬意 仪式后 抗战馆还以直播形式 由讲解员带领观众展开在线云观展活动 第一个部分我们设置了队亚冰天雪地的场景 再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 东北抗日联军英勇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场景 我们看到的照片上 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的总司令杨敬宇将军 云观展是针对今年在疫情防控的大形势下 我们开展的线上的观展活动 那这次呢是开设了清明节专场的云观展活动 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带观众走进展厅 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故事 我们在直播当中会带领大家来看到 80年前牺牲的杨敬宇将军的故事 包括在1937年的清明节国共两党 同纪皇帝陵 包括在武汉会战期间 组织和主张的武汉现金运动 最后会带领大家进入抗战英烈环廊 致敬抗战英雄 据悉 即日起 抗战管官网还将推出缅怀抗战英烈 致敬抗议英雄网上清明节特别专题页面 展示抗战英烈名录 英烈故事 英烈家书等 呼吁大家用线上线花 留言 转发接力等方式 参与云记扫 向英烈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